卻说那年贾政洽执七十双寿 本不肯坐 三月前皇上先将一道指 道 凡贾政至亲 尽足 如有愿来经驻寿者 准其起驾 于是周震下 柳香莲 薛珂 珍宝玉 贾莲等 都纷纷来经 黛玉先命将铺垫 灯彩 陈设等相一简 除家中所有外 尚少一千余见 因继银万两至苏 脱靴科办理 到了八月底 一切据已完备 忽宫里有幸 知皇上与贵妃于初一日先来西谷 这一忙 更不可解 借七尘牌 先来了无数执事太监 随后来了几十对鲍尾 枪 又许多宫侯及鸾衣卫人 方才一成六十四人台的黄段为鸾鱼 中间端座圣驾 庞座贵妃 贾政和家南傅望剑 都在大门外跪街 后鸾鱼生堂坐定 贾政律全家在丹池行三贵九寇首礼后 圣主命宣老夫妇上唐道 清金双寿 特着严陵仙酿 已筑长年 内侍便从金盘内 贵献两玉杯仙酿 上亲第一杯与贾政 贵妃占起第一杯与王夫人 接寇首隐器 负命扶起赏座 说了些话 贾政夫妇连忙贵献奶茶 又用金碗各献艳磕面一碗 原来艳磕面奶减大 白长条观艳 用割蛋清粘成的 上用过后 向贵妃道 镇金先去 让如骨肉团续 随命起嫁 贾政全家仍至大门外贵送 后贵妃设殿 请贾政夫妇行家庆礼 贾政夫妇跪下 扶起 请贵妃难坐受巢 贵妃道 事已行礼 不必再牢 指命未见过之有柳儿 贾佛喜 还妻王室 蓝妻柳氏敬见 又命清侠 金串敬见 孝道 鸳鸯姐 你再是还在我家 终跳不出我大老爷手里 待遇到 待他嫁得烟红 还亏他报仇 可见他本领大呢 又问金串 你与玉串 如何称呼 回到 彼此聚教子字的 贵妃点头 又问到 林表弟的如夫人 如何不见 芒令香 玉锦衣花裙进寇 贵妃道 左见定海路 你的功不小 还不曾受封吗 郡主道 还为 他二人五见甚好 贵妃道 少停 请教 因说道 林子子 宝子子 同我到荣仙慈念香后 再到我旧屋里走一遭 就请姨妈 太亲母安 家里可就摆宴 去了一会 回来即上座开宴 吩咐不必唱戏 令香 欲二人五见 知 见初时 一往一来 急许有节 一会儿五到即时 寒光耀眼 一团冷血 一会儿也不见人 也不见见 嗖嗖的想各不住 忽然收住 脸也不红 气也不喘 贵妃不胜欣赏 命急入座试验 并许她奏名风赠 因命预备的十六名女轻音 同八个小宫女唱君子万年的诗 又唱歌坛三章 唱完中已六下 太监城上赏雾丹 贵妃命格外赏香 欲二人设红香珠两串 大红段两匹 一级起驾回宫 次日 贾政等进宫谢恩后 就派定宁喜唐寿礼 省亲 别墅王宫大人等吃面 请北晋王 使侯 柳俊马 珍宝玉 贾珍陪克 瑞喜唐汉林 柯道 各部私园及外任私道吃面 请梅汉林 珍肖宇 柳香莲 薛科 贾脸陪克 离香院各府亲友吃面 请大 小舟姑爷 寿姑爷 林匠玉 贾云陪克 唐卷中间 王夫人上房 各族太太吃面 尤氏 柳郡主 史湘云 李丸陪克 东边贾母上房 各亲友内眷吃面 乔姐 探春 李文 胡适陪克 贾脸上房 各位受封的太太们吃面 薛宝琴 贾佛喜 尤柳二陪克 都是戏 喜 又在离香院设清唱 凡爷们爱清静 极有福的 都在那里坐落 贾强 锐珠照应 在会方馆设立女青鹰 请太太们爱清静的 及各处姑娘们吃面 就派六位姑娘陪侍 那一天花团紧簇 九海肉山 说也说不得许多 只说吃面吃了九千多碗 九席上 中 下开了二千多桌 也可关了 贾府规矩 当日只有家宴 到了五排 客见稀少 重新请贾正夫妇上寿 一阴客亲 辞不敢当 先是林外甥将育夫妇扣住 次是女婿探春夫妇扣住 次是孙女婿乔姐夫 妇扣住 然后侄儿真 脸 侄孙强 云等扣住 后方是李丸绿贾兰夫妇扣住 宝玉绿二七八妾五子一女扣住 随即和家女下人等扣住 幼男下人等聚在丹池下扣住 内中有两个穿命服的赖容 包拥扣币 各系班合唱上寿 又十六个女轻音唱曲上寿币 后开宴 以示身排 嘉庆团圆 大家称贺 九至八分以后 假正典的那一本寒丹梦 以唱到 你是个痴人的时候 忽听得道 你何不唱你是个仙人呢 只见一人仙姑打扮 手捧侠碑 向 上道 老爷 太太 秦文积首了 上寿来迟 扶其见谅 贾正忙站起回礼 容先道 请两位大人满饮此碑 定补百年偕老 老夫妇忙接来吃干 他回头向郡主道 花月季生也须一格 立贺一生 跨了便去 家里因及罢席 寺后 贾府中日日请客 直至一月之久 方得完毕 忽一日 贾正命令被挤席 请至亲几位老爷 太太一事 席上 贾正说 我七十年中风波宝丽 少壮时 颇付温饱 动家产后 几乎不能自存 后蒙圣恩发还 一难寻名则时 这几年来见次恢复 我今向平已闭 特将田产几点中 本银维尔等分析 无得彼此牵连 因拿出分担来 原来贾府田产 也不过三百八十四请 宝玉 还 蓝各分白请 于存公 为老夫妇善后田及公用 当本供四十六万有灵 宝玉及贾蓝各分十五万 还二述出分十万 于者因林姑太太早足 前老太太未及留赠 金着赠一万宇降狱 湘云老太太本许她出嫁 后世病中未曾办理 补赠三千 探春指此一女 也在赠千两 礼完尽她青年首节 赠 银五百 又拿一万为一学高伙 又一万留为贫穷 亲友探资 斟酌至宋 住房贾蓝掌房 分羽中间 宝玉人多 且所造新屋集在圆旁 分羽大官员一直落 甲环本无需房屋 四甲正百年后 将甲母所住房屋赋予 大家无不心服 到了次日 甲正托几起嫁 初时不允 后再三勤恳 方将指道 甲正家太师于告 仍时全奉 那时 在朝诸人 个个都想没补 那只旨意下来 道 所宜文华殿大学士缺 即住宝玉补寿 宝玉所宜上书缺 甲兰补寿 甲兰 侍郎住甲脸顶补 宝玉又宝举 萧宇入书房 将玉入书部 得这两个至亲门生帮着 道觉得清静了许多 因将心造前进屋 自于郡主居住 左五间方清 晚清分住 右五间清霞 子涓分住 后进 上宫荣先 下住宝钗 恰分靠西间住席人 靠东间住直宿的摄月等 其左五间金串 玉串分住 右五间降霞 婴儿分住 春分以后 天气和暖 乃各入园 每日宝玉上朝回来 到甲正处请安后 便在园中与众美作乐 宝玉美与妻妾小宴时 有一温良玉杯 乃心爱之物 酒憨必拿出来 先自吃了几杯 然后珍满地与那人 便是住宿暗号 那家丫头便回去开尊设科 拂席铺床 整半思宴 又令各院眼下设立灯杆 各挂彩灯 入晚时 一起点起 四归宿和房 余灯俱灭 只有那房点着 见者泽泽 那种风流快活 仿佛前人失礼道 平他一管生花笔 画日归来又画眉 以及声歌归愿落 灯火下楼台之光景 一日 市值花神阁告成 又值郡主诞日 宝玉正在团圆寿宴 忽听言前端教道 宝二爷 葫芦安里饮萍水 今日团圆十二差 将假作真望我位 宝玉看时 是当年养的那音歌 忙出席招他 他教道 我年来皈依普陀 以与秦极歌同正佛果 特来一别 说吧 展翅飞去 宝玉想起旧事 音道 我做几首红楼翼 请教 郡主道 很好 说住谁 谁喝 那时天气上冷 宝玉穿着雀金呢 音写道 红楼翼 醉意雀金泥 知笔公衣心力巧 鸭残银线喘生思 刀齿并中邪 写出后 公公敬敬向荣仙殿了一盏 又写道 红楼翼 醉意旧罗金 诗尽交诸千点少 提残于宿己航云 珍重为谁人 戴玉道 该打 就吃了一杯 又写道 红楼翼 醉意串香红 色配凤罗青蝶雪 香生涉泄净迎风 欲必可修龙 宝钗道 说起这老实子 我愿死了原非 戴玉道 酒却不怕不吃 就灌下去了 又写道 红楼翼 醉意洗头盆 金简抛残应有梦 玉书落处逆点痕 就是枕边论 方青吃了酒道 二爷 该伐一杯 圆双丸围注水 宝玉一笑 吃了 又写道 红楼翼 醉意鹿玫瑰 为胜茯苹旧粉 红如葡萄颇心胚 为而起闲猜 留我而吃了酒 笑道 夏金花如今也给我收拾够了 又写道 红楼翼 醉意尽心魔 拜道团圆诗有衬 照来憔悴并生魔 真好子珍吗 子涓也吃了一杯 又写道 红楼翼 醉意是莲羹 晚四花开拂影宴 居然夜晓得相亲 一瞎解嘲醒 玉串也吃了一杯 又写道 红楼翼 醉意润金丸 接蚊子叫香榨暖 回头不耐雪同寒 古井山生 蓝 金串道 莫又叫太太知道 笑着 便吃干了 又写道 红楼翼 醉意倒烟枝 见面红残留作谎 嚼唇味美胜鱼仪 再是可仍之 清霞也吃了一杯 道 宝皇帝 如今叫他来看 也无意了 宝玉又写道 红楼翼 醉意献垂金 五色丝偏攻附手 一勾落与劫同心 辽度尔偏近 婴儿吃了 宝差道 我的房里人辽度 说谁该罚 宝玉道 我用黄音故事 又要吃 也同干了一杯 又写道 红楼翼 醉意会出花 换 做夫妻缘有意 生来日月本无差 寂寞独南华 降侠一笑 饮干 郡主道 还有要意的吗 宝玉道 有 又写道 红楼翼 醉意欠相寻 我见游莲修是水 谁能浅此散朝云 实在往心秦 郡主道 这个人 还想他 该罚三大豆 大家齐声说 即是 宝玉道 罚便罚 让些何如 大家不依 宝差道 这是我误他的 待罚一斗 宝玉连银两斗 颓然大罪 要知最后何如 且看下回分解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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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